这位挥舞大刀的人正是冯玉祥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观众是他的士兵 航务出身的冯玉祥自由练武 也要求士兵学习武术 冯玉祥出身贫海 质朴憨厚 保持着朴素的正义感 他这样一个标准农民形象的军人 却是当时没戒的称号 今天通过冯玉祥当年自己拍摄的电影 带你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冯玉祥 为了拍好电影 冯玉祥派人去上海采购电影器材 在总司令部成立了电影股 冯玉祥不光做演员 还兼制片人与导演 他希望通过电影 传播一个什么样的公众形象呢 冯玉祥拍电影非常认真 每次拍摄前都要排练 他还自己写词扶曲创作了吃饭歌 这是每次饭前的必修课 冯玉祥是位很亲民的总司令 亲自排摩盛菜 与普通士兵一起吃饭 他还亲自给士兵分咸菜 得到总司令咸菜的士兵都非常高兴 冯玉祥很关爱士兵 这天是慰问伤兵的日子 总司令可不是看看就完了 他亲自动手为伤员擦枣 洗毛巾擦肚子擦胸前 翻身擦后背 这一系列的动作周到细致 最后还为士兵穿好了袜子 这位可不是普通的剃头将 他正是总司令冯玉祥 最后还亲自给洗干净 除了剃头 冯玉祥还亲自为士兵剪手指甲脚指甲 士兵排好队伸出手 等待总司令给剪指甲 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士兵在总司令面前脱掉战虚 坐在地上等待 不知道他们前晚要洗多少次脚啊 冯玉祥笃信三民主义 还曾经向和尚道士发放三民主义宣传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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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